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种植小叶铜蒿 前几天呢,我们把院子里的小叶铜蒿全都收割了 收了这么满满一大盆 今年我种小叶铜蒿呢,有三点小小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第一是半生种植法 就是把两种不同种类的蔬菜种植在一起 我这里是把小叶铜蒿的种子和西葫芦的种子这样间隔开来种在同一片地里 当它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快乐的生长 过了一个多月,小叶铜蒿采收了以后呢 西葫芦就可以任意的伸展它们的枝叶了 就是说在种西葫芦的时候 与其说让它们之间的地空在那里 还不如见缝插针的种一些短时间可以收获的绿色蔬菜 这样可以一举两得,特别是我们空间有限的后院 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小经验是小叶铜蒿的生长环境 和其他很多的绿色蔬菜一样 小叶铜蒿适合在25摄氏度以下的温度下生长 我的这些小叶铜蒿呢,是在6月中旬的时候种下的 在7月22号的时候收割的 刚好在天气最炎热来临之前把它们都收割的 而且因为是6-7月份种的 天气已经接近炎热了 所以把它们种在稍微淹一点的地方 尽量减少太阳的直晒 视频里是我在7月22号收割小叶铜蒿的时候 旁边跟它一起长大的西葫芦也马上就要开始结果实了 就像我在之前的意大利瓜的视频里跟大家介绍的那样 只要天气合适,气温合适 直播的话,这种西葫芦只要一个多月就可以产小瓜了 第三个小经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是在春季或者秋季种植小叶铜蒿的话 可以不用把它们都连根拔起 完全可以像割韭菜那样 当它们长到15厘米高的时候就割一次 只需要20天,它们就又长起来了 就可以又割一次了 往年我们都是那样做的 但今年因为用的是半生种植法 所以就把它们一次都收了 好了,这就是我的三点小经验 希望对你有帮助 咱们下期见